嗨各位网友 紧接着是猎人393话的内容 伊家族的这个潜行杀手 一见到信长拔刀了 立即跟他们求饶 说自己没有动手的意思 旅团的这三位猛男 就让他把话先说完吧 干掉他已经是决定的事情了 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反人了 人生苦短 要是被这种人缠上 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 那可就真的划不来 这个人首先表明了 自己的立场 他是冲哲亚家族还有乌家族 最后是卡金的王族 他是代表一家族的人 过来和旅团求结盟的 这一点不至于旅团要干掉他 只是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阳衰了 这种人口中说出 什么把世界彻底摧毁什么的 实在是过于不合适 等他说完最后一个字 话音刚落 信长就叹叹顺步 将这个人的头部贯穿 这个无知的可怜人 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弱小 幻影旅团绝对不是什么凶残 极恶的组织 他们不会毁灭世界 相反 他们不会让世界毁灭 信长白一刀指尽 白一刀指出 相当的帅气 接着亚家族的这些小罗罗 寻找完稀锁之后就回来了 这个想买签名版的小罗罗 是旅团的宗师粉丝 买签名版就是为了想向旅团的成员给他签名 但是身为小罗罗们的大哥 这个人还是要装一下自己的威严 这个角色还是很有趣的 信长直接把潜心杀手砍成几块 告诉了他们实情 旅团三人见了潜心杀手之后 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 既然一家族是要摧毁世界 那他们就要防止他摧毁世界 所以他们的决定是与一家族为敌 可以说是根本不把三大家族看在眼里 刚做出决定 现在就要去把一家族的老大给干掉 简直是目中无人 太狂妄了 但是他们的实力配得上他们的狂妄 所以才敢的呀 他们并不是无知的白痴 那么他们和亚家族的这些小罗罗们呢 就有一些微妙的关系 和亚家族只是暂时性的维持现状 接着这个有趣的小罗罗就说 我也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拿到旅团所有人的签名 非常的有趣这个人 画面来到一家族成员的聚集地这里 他们对于鲁伊尼的死感到很头痛 因为他的能力对于大家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一家族的这些成员就是通过他的念能力 不断地俘虏一些人过来给他们杀掉 这样子他们的等级就会上升 他们讨论之后最终得出了一个方案 那就是用这个人的念能力继续俘虏人过来给他们杀 虽然这个人的念能力不能随意的穿梭物体 但是只要主动引诱别人进来他的门的话 就可以做到不断地俘虏一些人过来杀掉 下一页主要是说一家族的成员都是一些普通人 这些人是通过莫连纳才获得念能力 而不是靠自己觉醒念能力的 所以他们和正常的念能力者差距非常的大 是要比正常觉醒念能力的人的实力要差很多的 亨利奇的两个得力助手发现了西索之后 被西索咒晕 完全失去了知觉 丢在了垃圾堆这边 西索在令他失去知觉的时候 有告诉他 他要去电影院 然之后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亨利奇这里 亨利奇他们立马就来到电影院找西索 西索就坐在电影院的正中间 正在欣赏电影 看来他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 亨利奇坐在他旁边 直接开门见山 说有四香球 那就是在他们和幻影旅团联手 解决掉一家族之前 如果他现在对幻影旅团动手 那就等同于他要和亚家族还有乌家族的人为敌了 亨利奇是比较直率的人 直接把这个关系给捅破了 亨利奇非常的坦率 他说自己根本就不是他和幻影旅团他们的对手 所以是态度比较低肯的 亨利奇和之前那个一家族的潜心杀手进行外交的时候 最大的不同就是亨利奇是有自知之明的 而那个潜心的杀手太过无知 这里提到的一个重要的筹码就是说 幻影旅团可以很快的就解决掉一家族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么这样子西索就不必要等很久了 然后西索很自恋的向亨利奇询问 说他和旅团他更喜欢哪一个 亨利奇也是非常的直率 直接就说他是旅团派 估计西索是有可能一瞬间就把他干掉的 他是真的敢说 这里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 西索伸出了左手 像是要拿什么或者是要变出扑克牌 然后下一个画面他就立刻收了手 是因为亨利奇给他房间的钥匙 亨利奇手上拿的这张卡片呢 就是他手上拿的V2区的VIP房间钥匙 送出这个界面里 希望西索前往第一层享受VIP的待遇 在他享受第一层的VIP待遇之前不插手 接着西索是说 如果是旅团主动挑衅 他就没办法不插手了 对于这个问题亨利奇也默认了 是没办法 黑金号的第一层是可以分离出去的那一层 是只有王族还有V5的财政要员 才可以进去的那一层 那么这个界面里可以说是很有分量的了 这里伸出的左手 应该是本来想要对亨利奇做些什么的 或者是送给亨利奇一张扑克牌 不过亨利奇却给他了一个大礼物 所以他像女孩子一样收手了 接着下一话是欧鲁来找亨利奇 发现他不在和这个士兵大哥在废话 士兵大哥说出了他和亨利奇的交易之后呢 亨利奇找人送来的钱也到位了 现在就只剩下亨利奇到位了 很快亨利奇也到位就跟着士兵大哥前去 士兵大哥所说的那个可以找到一家族的人的线索的可疑的房间 这个房间里面住着的是一个老头 看起来他的反应并不像是一家族的人 非常的正常 打开门之后 看里面房间的里面也似乎没什么异样 房间外观是没异样 但是这个空间却非常的诡异 刚才士兵大哥还进去了 现在人却消失了 接着这个老头的演技很差呀 他说或许去上厕所了吧 让他们进来 亨利奇丢出飞刀后并没有消失 则判断为是人进去会消失 命令这个老头自己出来 否则就用飞刀插死他 感谢观看